香港洛马州法轮功真相点 最近连续受到中共写这帮指使的团伙冲击和污蔑 香港警察还配合黑帮成员诬告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正告港府当局 对于写这帮团伙越境行凶的罪行 必须从严制止 审视以法 洛马州真相点是最靠近深圳大陆的地方 法轮功学员在这里风雨无阻地坚持讲真相 已经有近十年的历史 他们希望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香港市民和大陆游客 但一个多月来 这个真相点遭到亲共团体香港青年关爱协会侵占 对方不仅持刀恐吓学员和记者 7月26日在悬挂大量污蔑和攻击法轮大法 和法轮大法创始人的横幅持续至今 其中头领林国安还讹称被打 诬告一名劝善的法轮功学员 我就善意劝他 请你不要这样做 你这么做对你不好 然后他就站在旁边 然后就自己就睡到地上去了 他就装作说我打他 他不起来 在场的落马州警员目睹杨小兰没有打人的情况下 仍然以袭击罪强行拘捕 更一度出动手铐 令杨小兰当场气的昏倒过去 不行人事 杨小兰坚决抵制非法控罪 拒绝签字 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洪章指出 今次事件很明显是中共周永康末日成凶 正告香港当局不要配合中共行恶 我们证告港府当局 对于血债光团火 他们越境行空 越挡行恶的罪行 必须从严制止 承之以法 法轮功学员并要求警方立即撤销 居控杨小兰的案件 追究对方诬告的罪责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